我們看鏡很多時候都是對自己很尖酸 就像T-Rex寫的詞 就是你當然要先批評自己 還有先不滿意自己 老實說 你說說雜毛哪一條是呀 全條 不過不太覺得 我們八尺以外去看人 是看不到的 有時候只有你自己才能這麼近觀察你的眉毛 但是很在所難免 看到自己有什麼瑕疵 還有會放大自己的缺點 所以如果我們每天都是這樣對自己 真的太刻薄了 所以這個鏡子的練習就是 你看著15秒的時候 請你講出三樣值得欣賞的東西 15秒 對 日 二 三 你講三樣多出來 我的雜毛真的很美 雜得來真的很整齊 口罩又戴得挺好的 日圈圈主持 阮兆祥 住青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有人說一日不見 餘隔三秋 是 但原來這位朋友 我們差不多一年半前跟他聊天 但我們說他又上來了 他又派新歌 多久沒有上來 年半 不是吧 不經不覺 時間過得真快 沒錯 有他的三部曲 鏡像三部曲 年半前來自一部電影叫做 《等一個擁抱》裏面的片尾曲 我們已經聽過《記憶的碎片》 今次你派上第二部曲 叫做《鏡中的你好媽》 當然主人翁有她 她是李璧琪 Becky Hello Hello Becky 你看看 沒有看到一陣子 但感覺上好像 我們又見到她了 很開心 這是疫情緣故 是嗎 所以現在終於我們可以放寬一點 可以見一下大家 疫情緣故 是否有打亂了你出歌的行程 或工作上的各樣安排 本來二月的時候 有一個音樂期的演唱會 會展 但因為突然收緊措施 所以大型活動就要取消 所以我們十月的時候才知道 我已經練好了八成半 徐師兄還有經驗 練了這麼多之後 突然覺得很傷心 一說音樂劇 我真的特別會著弱 因為又演又唱又跳 你一定要這三樣東西 都能夠有駕馭能力的 才可以做到這些演出 音樂劇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做到音樂劇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 只要大家感興奮 和肯練就可以了 你就死一條心 那些就不可以收錢了 你免費入場也勉強可以 人人都可以做的 你那一場就要免費 未必可以給你錢 但是這個音樂劇 會不會遲些有機會重演 還是重演 還是要再量度 再量度 因為其實這一陣子 感覺上整個似度 又好像暢望了一點 很多朋友開始想想做表演 所以場館都要再排 但是剛才天恩提到 第二部曲 會不會因為有疫情 而令到現在才再跟大家見面 會啊 亦都因為沒有做到那個演出 所以就有機會認識了書文老師 所以一和他聊天的時候 一拍即合 所以一來就決定一次過做三首歌 所以其實現在我就派了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已經錄好了 哦 這麼快 逐步來了 我們先來了 今天來就是第二部曲 鏡中的你好媽 那就是楊振幫助曲 T-rex填詞 整個概念是怎樣來的呢 鏡中的你 因為我們經常遇到很多批評 其實我們任何一個人有社交媒體 都會遇到一些很無理的批評 究竟我們被那些批評去影響自己的自我價值 定義還是我們去Be kind to我們自己 去明白究竟我們真相是怎樣 之後去接納呢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開始 這次這個鏡中的你好媽 那Becky非常之好 因為她帶了禮物上來 先看看 打開就是有兩塊鏡在裏面 有一塊是放大的 那這個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就是是不是真的叫人家照鏡 去看清楚自己先呢 要叫做 我想問你以前是不是聽到 你呀先照一下鏡子 好可憐 我通常不是照鏡子 你通常要搓一些東西出來照一下自己 沒有鏡子 沒有鏡子 那是她很禮貌的 通常是跟男人說就會說這個 跟女士就不會這樣的 沒有那麼禮貌 我都是被人這樣說的 沒有禮貌也有 他們現在有鏡子了 就不用什麼了 認清自己 其實美國有個大學 做了一個叫做Body Project的東西 就是因為現在太多人 自我價值有被搖動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染色症 或是暴食症 扣喉 甚至是抑鬱症 所以為了大家的身心靈健康 他們就做了這個 其中一個workshop裡面 就是叫做Mirror Exercise 鏡子的練習 我就想問你 請問你可不可以打開鏡子 然後看看自己 你第一樣感覺到的是什麼 有眼屎 我都害怕 因為這些是化妝夾 很大的 男生很麻煩 很容易有 會不會有呢 先害怕這個 我一打開 咦沒有 但我看到另一件事 就是看到眉毛 很多雜毛 很久沒有收過 你全部都是找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是嗎 陳師兄你真是一語倒破了 但是我們看鏡子 很多時候都是對自己很尖酸的 就像T-Rex寫的詞 就是你當然要先批評自己 還有先不滿意自己 老實說 你說的那雜毛哪一條是呀 全條 不過不太覺得 我們八尺以後 以外看人 是看不到的 有時候只有你自己 才能這麼近去觀察你的眉毛 真的 但是很在所難免 或者看到自己有什麼瑕疵 對呀 還有會放大自己的缺點 對呀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每天都是這樣對自己 真的太刻薄了 所以這個鏡子的練習就是 你看著15秒的時候 請你講出三樣值得欣賞的東西 15秒 對呀 1 2 3 對呀 那你講三樣幾出來 我的雜毛真的很美 對呀 雜得來真的很整齊 口罩又戴得很好 哈哈哈哈 眼裡原來還有一顆情人物 哇 那也對呀 如果你在外面的世界 甚至在網絡世界 都受到這麼多批評的話 為什麼自己都成為淪為 沒有成為 淪為其中一份子呢 沒錯 所以其實這個練習 不要以為是催眠自己 說到自己很厲害 不是 其中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女士 那你都習慣呢 我們這個鏡子練習 可以是不用穿衣服 洗完澡之後 去看自己 就像你剛才說 你會做的那些 對呀 咪後說過 不可以抱歉 咪後有說過 咪後春欣就說 她洗澡之前 會照一下自己的身體 很多人都會 看一看才洗澡 對呀 有一個女士 就看到自己的肚子有條痕 就很不喜歡 就覺得很醜樣 所以她就經常覺得 我連跟我先生走完 都不舒服 但後來鏡子練習中 她就學會了 這條痕帶給我有幾個小生命 這些嬰兒都是因為這條痕而出來的 而她們的生命是美麗的 所以這條痕代表著 她們美麗的生命 所以這條痕 我看下去 我應該有信心 因為她是帶給我正面的信息 所以不是催眠自己 尤其是有多少多少的女士 尤其是她們不穿衣服 她要穿到褲子很高 就是因為她要遮門 但其實我們太多的優點 我們都以為是缺點 然後遮門了她 其實是很不值得的 很多時候人家看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 只要人家自己承認 會有這些機會 是的 這個鏡子練習就是 大家每天要做多久 十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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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想做久一點嗎 可以可以 你不夠時間可以做久一點 你要講三個優點 做久一點 但Becky 其實你剛才講到這首歌的主題 認清自己之餘 要欣賞自己 是的 其實這個念頭 會不會都是來自你曾經 現在坐養的一個孤兒 這個女孩子的一個股市 所以令到你有感而發 是的 我坐養她的時候 她的臉是被動物咬爛了 所以其實她很美女 又可愛 後來我就安排了她 很難得有一個機會 在香港有醫生朋友 幫她做了一些減淡的手術 但始終還是繼續 現在這麼多年後 終於有個好消息 就是她可以讀大學 可以 一般的孤兒院 大家都知道 應該支持到十八歲 她就叫做出生就停止 但是機構就打給我 她有這個念頭 你會不會繼續支持她 但是讀中學和大學的錢 已經不同了 是的 一個禁止都有幾年 而每年都是五位數字 再包括了她的食宿 那些 其實我心裡一直都打算支持 直到我說 可不可以有機會和她 聊聊聊天 我看到她和我聊聊天 穿得很漂亮 但仍然是少少托著頭 遮住花痕 或者各樣 我心裡很高興 尤其是女生 成長的過程中 她們的外表 給她的自我價值 令她的自信心 都真的有影響 所以她說話很小聲 可能真的沒有自信 是的 我心裡很高興 我更加想讓她讀大學 因為她可以找多些 她能夠拿著的 掌握的東西 所以後來她本來跟我說 想讀食物和農業 我心裡想 做廚師 我賺不到錢 又辛苦 又要一頭煙 其實我本來想看 Zoom聊天 試一下我可不可以幫她 引導她 讀行業 那些朋友 突然叮一聲 糟了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我就是想讀音樂 又就是有一個人想要引導我賺錢 你現在又做那個人 你不要搞錯 哎呀 所以我就打開了心 跟她聊天之後 了解了原來 她之所以這樣選擇 是因為她很認識自己 性格的優缺點 也想得很清楚 這份工作我會做二十年 無論我有家庭與否 我都會繼續做 有一天我想做好東西給你吃 我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就跟自己說 是的 我應該要支持她 因為當日的我 都想得很清楚 而我今天成為了一個醫治 因為當時沒有人這樣支持我 今天我反過來的角色 負責去支持那個 我就知道這些醫治 將會不一定明天就來 但可能幾十年之後來的時候 都一樣是這麼值得去安慰 A字又做不到 B字又做不到 不就是做E字 這真是一個相當感動的故事 聽到一個女生 然後她這麼有理想 有這麼多東西想做 然後得到幫助 然後在你幫助她的過程當中 你又學會了一些東西 那個感覺都很棒 所以生命影響生命 就是這些事情出現 但是教學想像 原來我在你身上又學到你的東西 你在我身上可能得到幫助 但是如果你有幫助 我覺得我又可以做得到 又可以幫助你 改變你的生命 我應該可以升級自己 應該是說 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 見到這首《鏡中的你好嗎》 其實真的跟心靈治療有些關係 還有都見到Becci你說 有打算公道一些心理治療課程 其實是否很大程度 都是跟你助養這個小朋友 有些關係 助養小朋友 其實我很小時候已經開始了 但是當時就在一個錢勾 每個月拿一些錢出來 真的嗎 當時為何會有這樣的念頭 即是有一個錢勾給我 沒有我們 拉其他人 我就拿去做些無謂的事情 買書店 買書店 因為以前學校也有教我們 施比授更為有福 也沒有想太多事情 只是給你一張照片 其實我哥哥也有助養 所以我又見到這個榜樣 我就拿寧容錢每個月去助養 就是非洲的兒童 所以其實我從小到大有這個習慣 直到長大之後 我就更加會再養內地的小朋友 至於你剛才說這首歌 有人說是治癒系的歌曲 這首歌是不斷循環 都不覺得很厭 所以其實我現在讀的課程 就是關於心靈治療 就是去了解認識了自己 原本為什麼我現在會突然 我經常都很容易生氣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 我會追溯回小朋友的時候 可能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也幫助他們認清 就是成為醫治的第一步 雖然我剛才說 第三部曲已經錄好了 但是MV是還沒做的 因為我現在正在上這個課 我就會上到年尾 我希望到時候 我會有更加認識醫治這件事 和更加感動的故事 才會拍MV 然後希望將這些東西 放在一起 給大家一個終極的故事 這個理念 所以看到他的鏡像三部曲 有三個不同的方向 《記憶的碎片》 希望大家能夠勇敢面對 這首的《鏡中的你好》 能夠感知接納 至於釋放醫治這件事 我們留待第三部曲 讓Becky再度和我們揭條